當中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招商基金資深策略分析師 鄧和泉先生和美國來探討 鄧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鄧先生我們看到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令 支持美國的生物技術 還有生物製造業 同時在多個領域發展 美國的生物經濟 業界怎麼來看待 這一項行政命令呢 這其中背後的這樣一個考量 如何來解讀呢 好的 本次的這個行政令 可以說是美國倡導 製造業回流的又一次的動作 其中重點指向了 生物製造和生物技術領域 那這個行政令的原文是有提到 說如果能夠充分利用 這個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的潛力 那麼美國將能夠生產 製造出他們日常生活當中用的 幾乎全部東西 包括這個藥品 燃料 以及這個塑料等等 那麼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可能提出這樣的一個行政令的法案 可能有兩點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是服務於美國中期選舉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需要 那麼部分媒體也是把這個行政令 解讀為自這個芯片法案以後的 又一次的這樣的一個對華的動作 那麼也是展現出 對華這個強硬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第二點呢 則是可能是實現拉動就業 和保障供應鏈安全的 這樣的一些經濟目標 美國的製造員目前是空心化是比較嚴重 那麼無論是半導體領域還是醫藥生物領域 都是很多的一些關鍵的製造員 都是在海外去實現 所以美國也是藉此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 生物的這個法案 把這樣的一個行政令 把這個生物相關的一些產業 來回流到美國實現的這樣的一個 就業和供應鏈的一個安全 那鄧先生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行政令在發佈之後 看到A股和港股的醫藥板塊 最近都出現了一個權限的下挫 究竟這項計劃會對於中國的生物製造業 有多大的影響呢 那整個在醫療板塊當中 您覺得哪一類的這個業務衝擊 可能會比較大 那還有我們看到就是國內這個CSO 為什麼能夠在全球出現一個 逆世崛起的情況呢 好的 該行政令裡面重點提到的 要回流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的相關產業 那相當於是要這個回收美國的生物製造業 那其中有一部分是指向 城市這個醫藥研發外包服務的中國企業 也即我們說的CSO企業 那首先我們需要簡單了解一下 什麼是CSO CSO主要是指醫藥活動的外包服務 它包括這個醫藥研發的外包服務 即這個CIO 還有就是這個藥生產的銷售的外包服務 即這個CMO、CDMO等 那這些都是面向製造 製藥企業提供的這樣的醫療服務 我們把它叫做2B端的醫療服務 那平時咱們普通的投資者 面向收藥板一般是我們說的 像這種眼科、牙克類的這種醫療服務 這主要是2C端的 這個是這個CSO的這樣的一個定義 那它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是這個創新藥和生物技術的 這樣的一個代工廠 為這個藥研發和生產 提供這樣的一系列的這個平臺 和相關的這個醫藥資的服務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像這個台積電 是這個全球半導體的這樣的一個代工廠 那像富士甲呢 比如說這個蘋果的這樣的一個加工廠 所以這個CSO的這些相關的企業 相當於是為這些製藥企業 生物技術企業提供這種服務平臺的 這樣的一個代工廠的這樣的一個性質 那這個性質呢 更類似於像台積電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它更具有這個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一個屬性 那麼也具有比較高的一個競爭力 那提到這個中國的這個CSO企業 我們不得不要提一下 為什麼中國的CSO企業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崛起的這個態勢 我們覺得呢 可能有這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呢 就是人才紅利 因為醫藥的研發外包服務 其實是需要大量的臨床的實驗 那麼離不開人才的支持 那中國呢 在這一塊有巨大的這個人才儲備 那麼據這個數據這個統計 那麼中國的這個STEM這種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等相關的高校畢業生的人數呢 是居全球首位 那麼美國同期呢 這個STEM的這個畢業生人數呢 是遠遠少於我們中國的 所以這是第一塊 中國的人才優勢 第二個呢 就是化工 原材料 物流等方面的 產業鏈的優勢 中國呢 有著全球領先的 並且完善的這種醫藥的產業鏈 那麼全球大部分的這個原料藥 包括化工材料呢 都是由中國生產 所以呢 這個這一塊呢 也是中國具有明顯的這樣一個優勢 包括中國的這種物流 供應鏈的優勢 第三個呢 就是成本優勢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剛才講到的這是一個人才密集型的行業 那麼需要大量的這個醫學人才 那中國的這個醫學人才呢 不僅僅是他的人比較多 同時呢 人力成本也比較低 工作市場比歐美差 但是呢 小時的工資水平呢 則是大幅的低於這個歐美 另一方面呢 我們中國也有比較大比例的這個病患群體 那麼臨床時間的樣本就是比較充足的 所以總體的這個成本優勢是比較突出的 在多種優勢的加持下呢 伴隨著新冠疫情大流行啊 這些歐美的這些產業的這種產能收縮 中國的CXO企業呢 就步入了這樣的一個快速的增長期 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拜登上個月才簽署了有關 芯片的行政命令的這個補充案 那現在呢 又將中美的芯片科技之爭 擴大到了美國生物科技和生物製造業 這項行政令和芯片法案相比影響大不大呢 那中國一直在生物技術還有領域的是積極投資 這個未來是不是會受到這些計劃的影響 我們應該如何來應對或者破局呢 好的 我想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 就是總體的影響是可控的 短期呢更多的是受情緒面的一個衝擊 但是長期呢 確實也構成了一定的戰略挑戰 首先呢 短期方面呢 還是這個情緒衝擊大於實質性的一個影響 就像前面有提到的 中國的這個醫藥產業鏈的這個優勢 短期的話是難以撼動的 不管是我們說的這樣的一個人才的紅利 還是產業鏈的體系 還是成本的優勢 都很難找到這樣短期找到可替代的這個企業 無論是這個印度還是美國本土 其實跟中國相比呢 都缺少這樣的這種比較優勢 第二個呢就是像這個研發外包服務 包括一些生物技術類的這些產業呢 它的一個體系的大建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一般需要3到5年的時間 產業的轉移的短期 確實是比較難實現的 像醫藥研發外包服務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CXO 這個相關的整個產業鏈體系呢 它包括這個申報 註冊 驗證等等 一系列配套的這個標準的落地和認證 所以它的這個平臺的搭建 一般來說都是需要3年 甚至更長時間來完成 第三個就是源於我們說 中國這個國內巨大的這種醫藥市場 醫藥需求市場這樣的一個支持生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 一直也是跨國企業的 跨國藥企的一個必爭之地 那麼跨國的這些藥類的公司呢 如果它要想讓自己的藥品 在中國上市流通 那麼必須要在中國開展 相應的臨床實驗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客觀上也要求 海外的這種醫藥的研發生產的 離不開中國市場 這是短期的一個影響 那麼長期來看呢 這確實也構成了一定的戰略挑戰 我們看到的從2018年以來 美國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 頻頻出台相關的 這樣的一些行政令和法案 那麼近期又逐步擴展到了 這個生物製藥 生物技術相關的領域 包括2021年的12月 將中國的軍事醫學科學院 納入到這樣的美國的實體清單 今年的2月份呢 也是將多家的生物醫藥公司 納入到這個未經合適的這個名單 也就是我們說的UVL當中 那到現在9月份 拜登又簽署了這樣的一個醫藥生物技術的 生物行業的這樣的一個行政令 所以這一系列的法案 都可以看出來 是旨在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和針對包括這個中國在內的 這樣的一些潛在的政治對手 所以在未來 整個利益全球化的一個浪潮下 產業的安全 技術安全 可能都需要高度的重視 那麼我們中國包括這個生物醫藥 等相關的這樣的一些領域 可能都需要繼續補短 加快關鍵領域的國產地帶 和自主可控的一個進程 那最後我們也說 挑戰其實也意味著機遇 中國這個CXO相關的行業 仍處於這個發展的戰略基於期 中產期看的話 在人工老齡化 和國內武力這個醫藥創新的 這個雙重的驅動下 中國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醫藥生物相關廠 仍然有望維持 是較高的一個緊急度 那麼經過短期的這種 估值的衝擊 和情緒的這個衝擊以後 中國優秀的 像一些CXO相關的 這種醫藥生物的公司 應該來說仍然是 有較好的一個發展情景 好 今天特別感謝 鄧和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 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和分析